這邊走, frick因爺是最高的,最高的行動 在這邊這邊, 見爺是哪裡做的? 所以在這間,這邊就這樣 好 我不是志願指數長 我是志願指數人 我是導生立子的表妹 我是導生葉子 今天我要來幫大家學的是退休的晚餐後呢 都會做著東川獨家老師的一個座談會 那也是這麼多的朋友呢 可以到我們的現場來參加 還有那等一下呢 會開放給現場的朋友問問題 想要問東川老師的問題可以舉手嗎 問問題我們會上一張第二集的海報 想要問問題就可以舉手嗎 好那等一下 因為場外你們有沒有問題喔 場外的場外的問題呢 你可以找到一張海報 因為其實我們在網路上有面積的問題 那大概是有100位讀者 他們寫了他們想要問的問題來 但是呢 你會先讓給到場內的讀者 然後送給你們第二集的海報 所以如果想要問問題的人 一定要先舉手 告訴我 那大家那個 等一下老師出來的時候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熱烈的拍手 然後呢 我們會請老師 就是跟大家打個招呼 我們來希望大家可以把你買的老師的作品舉高一點 然後讓老師感覺到說 他在台灣就是收到分 因為老師其實一直覺得說 欸 在海外這麼遼遠的地方 這麼有人喜歡人啊 所以老師一直一直很緊張 所以請大家等一下 熱烈的幫我們拍手 那我們先試試看好了 欸 大家手可以坐了一下嗎 欸 欸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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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一下我們海報再搜一下 這樣子比較好了 好不好 那請大家趕快想一下你的問題 那如果你知道 你要任何問題的話 你可以翻開私語言看一下 比如說 分子體力跟影山 這個會不會生育啊 然後分子體力 是根本身體體 還是 寶生命體跟影山 還是 分子體力跟影山 你知道那個可以對 看看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場的情況 好 那我們就準備一下 我們要請我們的 énd pick up 可以 這兩個位的記者 第一聲鼓曾老師 掌聲鼓有聲鼓 你要 setups鼓表示 好 那大家請慢個事務提高 好 那我們先請我們的黃基金長 今天請給大家把黃基金長獻花給我們的東川獨哉老師 謝謝他退避從臺灣來到臺灣 好 那也請 也請讓我們的媒體朋友拍個照 好 那也有大家想要拍攝老師帥氣的樣子可以呈現 5 4 3 2 1 好 謝謝大家 那請把黃基金長獻花 好 那請老師是不是可以跟補什麼合理的畫 大家好 我是東川獨哉 我很高興今天來到臺灣跟大家見面 好 那我們也是個東川獨哉老師 那我們的座堂會呢 馬上就要開始了 我們先請老師那個入座 好 大家問題趕快準備好齁 那個我的禮物準備好了嗎 好好 我們可以看到老師前面呢 有一些的牌子 這個牌子都非常可愛 是日本呢 特地帶來送給我們的 那這本書我們也很高興 在日本突破了175萬次的成績 在臺灣呢也突破了12萬次的成績 非常的優異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用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請問有人想要用這個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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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 前面這位 是一看他臉都紅了 請問老師是怎麼想到這麼特別的角色設定 請問老師是怎麼想到這麼特別的角色設定 請問有人說 這樣請問都是問題 請問或支援往才 computer 請問 beers 請問我是否 請問他們想要 quickest 他一開始是因為幾年前的時候 日本開始有那個直視咖啡的那個風潮 然後那時候就是一個新的一個風潮 就是讓一些男生的直視去服侍 那個來電的一些客人小姐 所以他就想說如果是這樣子的直視 他變成偵探的話 那應該會非常的有趣 所以他看了那個直視咖啡的那個風潮的新聞之後 就開始想說要寫這樣子的故事 好 那這個讀者應該有對於這個問題感到欣滿意足 沒有 冒影像是從直視咖啡的款項化身而成的 好 那我們第二個問題有沒有想要詢問 欸 太陽眼睛在頭上 很特別 常面也有點艷然高照 好 那你想要問什麼問題讓我來靠近 我想要問老師 問題是現在比如說推理的書這麼多 比如說公布美信他也有很多推理的書 那萬一你在創作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事件怎麼樣去解決 或是你想要怎麼樣做出一個很懸疑的設想 然後讓讀者去破解他 你有沒有有的時候陷入這樣的困惑 就是說 我找不到要怎麼做一個很巧妙的安排 然後就會很驚慌失措 好 那你這個情況會怎麼解決的 簡單說 就是讀者想要詢問老師 關於案件的創意靈感的來源 老師如果說 每次的案件靈感呢 老師的想法靈感來自於哪裡 因為 由問idades 對於夢想要詳益的 對於夢想要詳益的 作為一次請問我們 我坐在那裡 而我坐在那裡, 很多個案子都在那裡 但這招街的案子都在那裡 但我做的案子都在那裡 我做的案子都在那裡 但我做的案子都在想做的案子 他在想一些詭計的時候 他是平常生活中只要有任何的idea 他就會把它藏在那個筆記本上面 然後他想到那些idea的時候 他不是會立刻就把它寫成小說 那些idea在他的筆記裡面 可能會一直累積非常多 然後甚至十年以上的時間 然後他才會開始把它寫成小說 然後在寫的時候也是常常想說這樣子寫 結果不對又換那樣子寫 就是不停的在重新思考的過程之中 完成小說 所以比較不會有說不知道該怎麼破解 或什麼之類的問題 好 老師非常非常的厲害 不管是什麼樣的謎題呢 老師呢其實在心中的問題是設想好 像我最喜歡的呢就是 年龜花蟲那一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所以第三題有人想要發問嗎 好 這位小姐 我想請問 想請問老師 是從最後的結果 往前開始推理的那種方式 還是一開始慢慢慢慢抽屍波解 一直到最後 好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他在設施的時候嗎 從最後的結果推到這個前面 推面 還是從一開始有這個想法 然後再慢慢慢慢的延伸到後頭的 然後第二個想法是 第二集那個大小姐還是一樣的腦殘嗎 這是我第二個問題 一共有兩個問題 大小姐一樣腦殘嗎 希望她小姐會變聰明一點喔 其實我覺得她不是腦殘啦 她應該只是不解人事而已 謝謝 請問老師 請問老師 然後他在寫的時候一定都是先想好最後的結局跟最後那個解謎的方式 然後才會往前推 然後就是用倒著寫的方式這樣往前把他完成 第二集大小姐還是一樣白癡的 第二集大小姐還是一樣白癡的 好 大家應該覺得還蠻開心的 好 第二集大小姐一樣白癡 所以第四題有沒有人想要說 欸好 那邊有個被粉紅色包包的朋友 欸 那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今天老師滿的來到台灣 然後呢 老師由於是小書援助 所以希望大家可能日記的問題就在心中發文就好 尹錦翔來說我們再問他 好 就是想要請問老師就是這個 就是小書的內容跟就是老師現實生活中的生活方式有什麼在意中 就是為什麼會想要創作這個作品 老師為什麼想要創作這樣的一個作品 然後是不是從生活中有什麼經驗 有成為發言嗎 老師在家裡 我現在的生活中有這麼多的 大富翁的高天 我沒有什麼普通的一般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那些作品的中心 很重要 他現在的生活非常的普通 也不是住在豪宅 也沒有那樣子的管轄 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一般的 所以他這種鼓勵也是一個架空的時間 對啊如此 老師的按照片好像是從幻想中發生的 就跟傑式咖啡一樣 可能沒去過 但是新專有那種概念 那接下來的問題 欸? 這位朋友 想要再問什麼? 我想問說 其實主要都是以短片小說而已 那老師有想說 創作長篇的小說 那可以大聲一點嗎? 就是說有想說創作長篇的小說 長篇的小說 然後以上一定要打在家裡 好 他的問名是說 現在的案件好像都是單篇單篇的 會不會有比較長篇的 這樣子 日本的台湾 在翻譯中間 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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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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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老闆說 誰 讓 我 一個 Voice 一個就是影視場片 那他之前發表的小說之中也有很多都是場片的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到更多中文版的話 應該就會了解就是他其實也只有寫很多場片的作品 那第二個問題是 老師影廂會出門嗎? 影廂會出門辦案嗎? 還是一樣是安樂與偵探呢? 基本上是現在的風格是安樂與偵探呢? 影廂應該還是不會出門 繼續就一直當一個安樂也真的 影廂還是不會出門 還是會在家裡推敲出所有細節 兩大小嘴巴跑腿 好 紅色的 穿紅色衣服的這位小姐 我想問老師說 故事裡的那個風紀還不知道那個栗子真正的是千金大小姐 如果說知道 之後的 會知道嗎? 還是說他知道之後的反應又會如何 這樣有點描寫 第二期 公地警部會知道栗子的真實身份嗎? 這劇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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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我們也覺得說 哎呀 都讓你知道了 這怎麼好玩呢 所以下一題呢 欸 穿白色衣服的這位先生 嗯 穿了一根大布 欸 他可能也是殺人的暗器之一 不知道啦 老師寫的是推理小說 不知道老師是不是本身喜歡看推理類的小說 是不是有哪些作品或作家影響比較深的推理作家或小說 所以這題非常專業 想請問老師 作品風格是哪一個推理作家的影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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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受到受到影響的大概就是 呃 嗯 嗯 還有有氣川 有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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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呃 島田莊絲是他受影響比較深的 兩個多家 好 剛剛有讀者在台下已經猜出來了 我說喔 已經知道答案 所以呢有沒有人想要問下一個問題 好 好 這位美美感覺戴了跟我一樣華麗的法師 請問為什麼會想把推理小說這種嚴肅的類型 創作到比較幽默好笑的方向呢 吉祥贏 音楽ミステリーというのは 《原则》的中盘是... 不过去的不足的那种... 有些许多了... 并且在地中盘上... 所以...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我认为... 就是自己的品牌... 他覺得在看本格的推理小說的時候 常常在故事的爭斷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讓讀者會覺得比較無聊 或是比較冗長一點 所以他覺得如果是加入那個幽默的要素的話 會讓大家看得比較開心 然後這也跟他自己寫作的風格比較合 然後還有就是他覺得 至今寫幽默寫視的推理小說的人比較少 所以他覺得他也願意敲去這方面 沒錯 因為老師的作品呢 其實很多的讀者 就算你不喜歡看推理 但是你也會喜歡這部作品 因為它很有趣很輕鬆 所以搶到讀者 剛剛有沒有人想要問問題 欸這邊是不是 好好好 那我走過去 先想好喔 不要讓我殷疑想要再來開關 好這邊想要問問題的 舉手舉手 好 來這支揮的朋友 那個老師喜歡那個小說裡面哪一個角色最喜歡 老師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老師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他最喜歡怎麼自己 在幹嘛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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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幽默的推理小說 所以全部都是靠 他們自己幾個地方 還有這麼多好笑的小聊可以給大家 這倒是真的 因為到底如果都會認真的說一些很白癡的話 所以呢 這邊的朋友有人要問問題嗎 好好好 等一下等一下 老師說故事的構想要先進去咖啡開始 那風景景部的構想 老師是從哪邊呢 你說他是 可以大聲一點嗎 可以大聲一點嗎 還有來幫他有 他說 那老師那麼喜歡跟景景部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的idea是從哪裡來的 對他說 他對的 這部的角色 是要請的 說得多了 三個角色的角色 是吧 他在這條路上 他是用來的 那邊 所以說得多了 他很容易 他直接想要去 頂的 所以 因為他一開始是想要寫直視偵探 為了讓直視偵探可以多一點遇到案件 所以他創造了一個大小姐 但是他是一個警察 那既然大小姐是警察的話 他就需要一個方式 那因為是幽默語推理小說 所以這個小說一定要很好笑 所以就是這樣子風紀警部就出現了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風紀警部的動聲 是真的有一段故事的 但是老師可能越寫越喜歡 好來來來 剛剛有一個朋友就是 我沒有看到他臉都紅了 很想要流淚 好好好 老師你好 我是想請問說 就是這個直視的主角 他其實還有一個特色是在於他很毒舌 就是會講一些酸的話 那老師是否有時候會覺得他那個酸話呢 也會覺得有點招架不住 或是會覺得這個酸話其實充滿了吐槽的地方 也會想吐槽的呢 謝謝 他有問題是說 就是那個 影山他的一些吐槽的話 是怎麼設計的 他想問說影山的吐槽這麼毒那麼壞 那老師自己本身在設計這些吐槽的話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太毒了嗎 還是不夠毒呢 還是不夠毒呢 應該更壞一點 像是你那一隻眼睛怎麼這麼白痴 說幫你有沒有戳瞎吧 再假狠一點 那心想想戳瞎你戳瞎你 這樣子 或是會的 性格 不其他人 很冷靜的 於是 但等下 後面是不會有一些激烈的 但是 如果是可以的 walter 只能是適合去世界 沒有創造 沒錯 她說雖然影像說的話很毒 但是她不會說出真的傷害大小姐的話 所以她的那個毒蛇精是有愛的 所以她覺得沒有關係 愛女子 原來如此好 影像的回答裡面是有愛的 所以就是她說大小姐你是白痴嗎 是愛的白痴喔 所以呢有哪一個愛的白痴 想要問下一個問題嗎 好有了很多個 不是白痴的毒蛇 對不起 來到你的身邊 老師您好 就是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有 第一個問題是說 老師是以前就想要當小說家這個職業嗎 還是說她可能以前是有想做別的志願這樣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如果老師經過還有別的契機的話 會想要寫什麼樣的 就是像這個是直視跟大小姐之間 那有沒有別的可能另外的題材 有想要開始在寫的這樣子 要開始做別的話 跟她又有吃的 來幫他 我回答中 一些創作的之後的計畫 都是這樣 詞到處理想的 是有想要的 我心裡的想法 是有想要的 好嗎 就這樣 很想要的 我這個時候 是像我 她說第一個問題她說她從小時候就非常喜歡推理小說 但那時候她並沒有覺得她自己要成為小說家 然後她最最想要成為小說家的是她26歲的時候從公司辭職 然後她在小說那自己也寫寫看也可以來變成小說家試試看 所以她說她在日本發行的作品當中有很多其他類型的類型 她現在正在日的周年本她正在寫的是一個魔法師是偵探的故事 魔法師怎麼會去偵探所以可能會有偵探大小姐還是魔法師大小姐 好所以呢剛剛老師回答了關於她最後的一個計畫 那這邊的朋友還要有一個穿紅色格子的 很害羞耶 要問幾個很害羞 好來問一下 老師你好 請問說因為有些作家喜歡在晚上做寫作 然後那老師你是喜歡在哪一個時段寫在你的作品 還是覺得說任何時段都可以 這應該是一個創作者 她想問老師什麼時候靈感會最瘋處齁 這應該是一個大小小的 她通常都是在白天寫的 她通常都是在白天寫的 所以還是晚上寫好了 晚上後再寫好了 晚上後再寫好了 好 那這邊的朋友 欸 好好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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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本身在旅行的地方是比較好,所以我選擇了這個話題 問題是說為什麼小說舞台會選擇在國立市 老師在回答是說,因為老師本身就是住在國立市附近的地方 所以他對國立比較熟 而且國立那邊是一個比較有錢人住的地方 所以他覺得一些配合這個故事的話很適合 我想都要被你發現老師的秘密,不要去國立市找老師喔 剛剛我們現場的問題問了一下,大家應該還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先留給一些名額給網路上的朋友 網路上有朋友問說,老師的作品裡面,栗子小姐 這個有點真真又可愛的栗子小姐 她的來源設計就是,老師有什麼參考的對象嗎?或是一些人物? 因為我還在過程中,她是衝突的 就是,老師有什麼樣子 我以為,老師在往前要拍照 他在寫這個寶生粒子這個角色 他並沒有特別打哪一個人作為模特兒 所以他希望大家可以在讀的時候 就是以自己心目中想像的寶生粒子來想這個角色 他會覺得很高興 好 跟風景景不一樣 沒有特別的想像 但是大家心中可能就覺得 欸 應該是我吧 好啦好啦 對不起 不好笑 好 那這邊的朋友有沒有想要問老師問題 欸 我看到了 穿綠色衣服的 欸 對 綠色衣服 很可愛 很粉嫩的綠色 老師你好 就是因為 就 就是這次看過老師的作品之後 因為最近還有另外一本也是 冬村子大老師的作品要出版 就是那個上前後再推 這也是屬於就是 寫了什麼之後要推演也是 那這本跟特里堯哥晚上會有沒有什麼相似的類似的地方這樣 因為想了解老師其他書的內容這樣 謝謝 雖然這本不是我們家的書 但是我還是讓你問了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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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學後》那一本故事本身跟特定案件完結後 是非常不一樣 他是以學校為舞台 然後是高中心的推理故事 所以他心中是覺得跟這一部是非常不一樣 不過《放學後》那一部也是他非常喜歡的一個作品 好 我們知道 所以呢 剛剛大家這些問題呢 大家好像他們還蠻心滿意組的 我們再開放最後幾個問題 等一下呢 有簽名資格組的朋友呢 就可以來參加簽名 就是有抽到簽名號碼牌的朋友 那他們要問問第二集好像 欸 最後一題人居然變多了 好 那我們先讓給這個董事的朋友好了 老師你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這本之後的續集 或是說以後的作品有沒有把 有做辦法把台灣當成那個場地的文化 這個問題 好像也有為難老師 我說老師你來幫我們寫進去嗎 我幫你寫 可以嗎老師 這樣很為難老師 對 從今天開始他會想想看 好 那老師可以直接把我殺死 我剛剛願意到死了 好 接下來這邊還沒有人要問問題 因為我們差不多要進行成名會 好 來 嗯 請問老師平常就是除了寫小說之外 還有其他就是特殊的興趣 或是對於他寫作品 還方面有多少影響 嗯 請問老師平常就是除了寫小說之外 還有其他就是特殊的興趣 因為他本身非常喜歡棒球 所以在學長說之外 他就是非常愛看棒球賽 然後他 因為他是廣角出身 所以他是那個廣角隊的支持者 所以在這邊告訴大家 而且這次廣角隊 難怪隱山跟風紀 以前陳平都是某少棒的王牌 那他們兩個以前有對打過嗎 隱山跟風紀有對打過嗎 嗯 可能是有過去的 但那我可以讓他打過 以前說自己有對打過 這個就請大家願意想像吧 哦 很有想像的空間 好 那我們最後的幾個問題 有有人要問問題呢 欸 好 好 好 舉得很快 來 欸 另外請問老師覺得 在推理事件中 是軌跡的部分比較重要,還是推理的過程比較重要? 這個問題應該還蠻能分離的,我們給他一點詮詮 這是實際上的想法,是推理由於想法 老師認為是軌跡比較重要,因為他就是先想好軌跡 之後才開始加工整個故事 原來如此,好,我剛剛那我想要再把網路的朋友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想要問說,有一網路的人說 雖然還沒有發生,但老師來了台灣之後,對台灣有什麼感覺呢? 雖然還沒有發生,但是現在發生了 他覺得台灣的東西很好吃 雖然說,日本人都很好吃 然後雖然說,日本人都很好吃 所以他覺得台灣的東西很好吃 雖然說,日本人都很好吃 雖然說,日本人也很多 但是他來到台灣,覺得台北的人真的非常多 然後,感覺是年輕的人反而好像比較多的感覺 沒錯,就是人很多,年輕人很多 因為我們的讀者也很多 老師非常受到歡迎 所以呢,他有任何問題嗎? 欸,好好好,這位美麗的小姐 我想請問,那個老師每天寫作大概寫多少個小時 然後是每天都寫嗎? 還有,他是會修改很多字,還是很快就會定稿的? 好,老師每天創作多久? 有個問題 好,不好意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關於寫作的時間部分的話 他沒有特別固定 有時候是一整天都完全沒有寫 有時候是寫四、五個小時 因為他說他的集中力很快就會換散掉 所以他頂多就是寫四、五個小時 他說他有時候也是會重寫 他之前曾經有過就是長篇小說他都已經寫完了 結果又回去把大部分全部都改掉 重寫的經驗也是有 沒錯,這就是創作者的堅持 如果寫了不好的東西自己不滿意的話 當然老師有可能就會全部換掉 所以呢,因為簽名即將要到來 所以最後一個問題啦 最後一個問題,大家不舉手都沒有囉 那這三位朋友是不是 一、二、三嘛 那你們猜個拳好了 現場來個猜拳嘛 來,手幾個喔 手幾個 來,剪刀、石頭、布 欸,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欸,不能變拳了 好啦,不過這樣就輸了 還剛剛好 好,那給你們一個問題呢 因為特禮小說 因為如果就是沒有成名的話 最後就是可能就是那個錯誤沒有很好 那請問你有猶豫過要不要當那個特禮小說 應該是推理小說家啦 不是推理小說 成為推理小說要怎麼成為呢 老師有沒有想要放棄過創作 創作這麼的辛苦 不管是哪一個類別啦 創作都很辛苦 但是,她們應該應該過得到 胡作汪衣燈 好看 夢想要拿豪博 生意我來看 是蠻小說家的 是首場都不想要做 可以跟她們不想要做 但是,她們不想要做 她們想要當小說家 最後,她們就從而沒有放棄過 要當小說家的這個職業 然後他也沒有就是 好 遇到一些景點 畢業老師剛剛說 他自從決定要開始寫小說之後 他就從來沒有放棄的念頭 然後他一開始決定踏入這一行 他也沒有想說 到底能不能靠這個維生 他不確定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賣得好 結果沒想到賣得這麼好 然後也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老師 好 謝謝老師 那我們可能請最後請老師 再來跟大家起立打個招呼 然後我們就要進行 我們簽名會時間了 那有簽名資格號碼台的人 請你在工作人群以下 就是這樣開始排隊 那其他朋友呢 把握最後的機會 拍攝一下老師帥氣的模樣 我們請老師跟老師的作品 超大的 超大的作品 那大家直接上舞台 讓你們可以往前一點 大作品大作品 請看右邊 請先看右邊 請先看右邊 右邊的朋友 2 1 好 這邊 4 3 2 1 好 好 來 這邊有朋友 5 4 3 2 1 好 謝謝大家 那請大家 最後一份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東方主教老師 那這個秦老師 謝謝 待會兒給他簽名 也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能夠在擺盤之間 來參加我們的座談會 那有簽名資格號碼台的 請從左邊 要到後面 來找我們的工作人員集合 那謝謝大家 今天來參加座談會 第二集集中在3月6號的時候上市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登山主教老師 第二部作品喔 好 你可以選擇要簽在你的書所 還是要簽在你的書上 然後簽一個地方 簽一個地方 然後因為 如果簽漢字的話 會是簽一個名字會比較久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開到水銀了 不好意思 那請大家選一個地方 給老師簽 你要簽書回上 書上都可以 吃到一個地方 就要簽了 是為什麼要簽一個地方 因為這部作品 可以再簽一簽一個動作 在車上 也不能上機 也沒有自行 有才行 千萬民的朋友不要忘了林群裡的海報 只有今天前三十月才有海報 所以如果你忘了裡的話就算啦就沒辦法 所以請大家不要忘記來找我們的工作人林群海報 因為那邊右邊有街地落差 所以請往左邊這邊走 來來來 請各位讀者上台上來 因為這裡有點遠 怕你們走太辛苦 我們先慢慢走上來 在這邊等一下 等到揮畫你的時候 你就勇敢的往前進好不好 有有有 他們要往上 有有有 他們要往上 請等一下喔 下面喔 可以這樣下面上來就好嗎 請把人帶給我ист的 Vocês益場 你看我們 は這麼好啊 挺人的一堂 好才我 Forget 近來吧 我去找你 我上夜 都會吃到我的水 我的水跟我的紅糖 我的水 愛情更燙 好燙 愛情更燙 那你可以跟老師講幾遍簡單話 老師我愛你 愛情或是愛情都可以 或是你要跟老師講專門 隔壁的好現在翻譯姐姐會幫你翻譯 但是不要講太多啦 她很辛苦的 今天還寫了一公信給老師 老師非常的開心 有點害羞 那其實可以跟大家稍微講一下今天 跟東山賭家老師在訪台做一些趣談 向大家會喜歡吃什麼料理 你喜歡什麼料理 糖刺排骨 喜歡是不是 你知道老師喜歡吃什麼料理嗎 老師說他還滿喜歡吃台灣黃魚 很不可思議 老師喜歡吃台灣黃魚 我覺得台灣的魚很新鮮很好吃 所以你今天回家可以跟媽媽說 媽媽我想吃台灣黃魚 我想跟東山賭家老師吃一樣的魚 那搞不好還滿有趣的 那大家就是簽書走 或者就簽在書上 你選一個地方 我們只能簽一個地方 然後前30位讀者可以獲得神秘小禮物 第二集海報一份 所以請不要忘了跟工作人員領取喔 我喜歡吃台灣 很晚的 這隻是阿meno 超越南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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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超越南華師 都可以參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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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